Hello大家好,我是Zoe 那么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剑桥词汇再用系列的分享 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请出今天的主角 那么大家现在在屏幕上所看到的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剑桥词汇再用系列 Vocabulary in use 如果大家已经正在学习或者知道这套书的同学 可以公平上打一波E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多少E 不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多少同学 就是已经发现了这个宝藏 那么对于非常想扩充自己的词汇量以及表达 但是又不知道学习什么的同学 我是非常非常推荐这套教材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要学这套书 或者说为什么我推荐这套书 那我们从外言社给的这个系列的介绍来说 可以看到推荐这本书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到第一个点 就是这套书的一个整体的思路 是希望大家在语境中去学习语言 而不是像市面上很多的单词书一样 非常的死板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单词是什么的 abandon 对吧 就是放弃吧 这样的话你就直接没有后边的痛苦了 然后紧接着第二个点 这套书的内容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那所有的词汇以及短语的选择 都取材于真实的语料库中 也就是最高频使用 最重要的词汇以及表达 第三点的话就是你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及时的词汇 以及表达的巩固 因为这套书一个整体的编排 是左侧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词汇以及表达的内容 而右侧的话是针对你今天所学习的这个topic 或者说相关的一些表述进行的一些巩固练习 所以大家可以随时学习 然后随时检验自己的学习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如何进行一个版本的选择和材料的获取 那大家目前在我手上看到这一套 很多同学可能拥有的是这一套教材 它是外言社引进的 如果已经购买了这套系列的这个同学 你可以继续使用这套书 因为它跟我们在屏幕上所看到的这个系列的话 其实99%的内容都是一致的 那因为是外言社引进的这个版本 所以说的话在购买的费用上面肯定会便宜一些 那如果你想用最新的版本进行学习 或者说很多同学没有这套教材的话 那么你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拿起你的下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上的这幅图 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词汇再用词个字 注意一定别打错了 那么全套的最新的版本 我已经帮助大家准备好了 那么大家只要在后台回复 即可免费获得 这好像搞得在什么电视购物一样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这套书一共分为四个级别 初级 右上角的话是预备中级和中级 左下角的话是中高级 那最右下角的话是高级 整个系列难度的编排是循序渐进的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同学可能会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到底应该从哪一本书进行学习 或者说这四本书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水平 以及我在学完这四本书之后能够收获什么 那么大家可能注意到的一个事情 对于这四本书的学习来说的话 我并没有按照一种常规的这种水平状态 去给大家进行一个划分 也就是说初级 适合这个零基础 或者说入门的同学 或者是说在读小学的小朋友 对吧 预备中级和中级呢 适合这个初高中的同学 并没有这样给大家进行一个划分 那么接下来我来说一下我的原因 首先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中高级和高级 那么如果你想直接跳到中高级进行学习的话 那么根据咱们这本书的一个介绍来说的话 需要你具备四千左右的一个词汇量 如果说对应一个雅思分数的话 那大概是在一个六到六点五分的水平级以上 那么如果你的词汇量是比较低的话 如果你直接跳到中高级学习上面 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的 那么中高级的学习会让你掌握 两千五百个新词和表达 也就是在四千个词汇的基础上 那么整个加起来说的话 也就是超过六千词汇以上的这个储备 那么如果你想直接跳到高级 去进行学习的话 那需要大家已经具备六千到八千的这个词汇量 那么如果非要固定到一个级别的话 你大概对应到的是目前雅思七分级以上的同学 那么在学完高级这本书之后 你将会学习超过三千个新的词汇和表达 建立在六千到八千的这个词汇基础之上 所以说整个高级 或者说四本书学完之后 你的词汇量其实是破万的 那么紧接着呢 我想和大家来聊一下 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这四本书 然后固定为一个级别里面 然后让大家分别去学习哪本书的一个内容 因为我担心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我会说初级呢 适合英语零基础的同学 或者是说英语比较弱的同学 对吧 或者是说这个小学的这个小朋友 那么如果大家听到这样的一种表述的话 你可能就觉得 哇塞我不得了啊 对吧 我现在我怎么要去学习小朋友学习的东西 那你就可能直接跳过初级 然后你就不看它了 但实际上来说初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包含着日常 你在跟别人进行最基本的话题交流的时候 所要用到的词汇以及表述 那这边的话 我给大家放了一个初级的目录 那其实大家通过这个目录也能看出这些话题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有多么的高 比如我们很多同学会出去留学 对吧 那如果你出去留学的话 比如说你需要去给自己买衣服 那么这个衣服怎么样去进行表述 那如果你不会说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让这个电源了解你到底想做些什么 那再比如说如果你去英国 对吧 英国人这么爱跟你聊天气 那么他跟你聊天气的时候 你就啊 这不是很尴尬吗 那再比如说如果你的外国朋友 或者说有需要考亚思的小伙伴 在口语话题中 我们会有电影相关的这个话题 对吧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入门课程的这个学习之后 我们就知道相关的这种电影的类型 以及表达应该怎么样去说 所以讲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应该发现初级 包括预备中级和中级 都是跟你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因为他是初级 或者说预备中级和中级这样名字的话 被他欺骗 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学习来说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紧接着的话 我来说一下我建议的一个学习方式 那么咱们说对于技术比较好的 或者说英语水平比较高的小伙伴来说 你可以任意去学习你所需要的一个内容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 对有短期考试需要的小伙伴 假设你两到三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 需要去进行考试 比如说雅思 那么你可以去把咱们给大家提供这四本书的内容去下载下来 那么如果你对雅思口语中某个话题的话题词 以及相关的表达不是非常的明白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四本书中 去目录中找到对应的这个章节内容 然后进行一个专题学习 将相对应的一些表述跟词汇 补充到你自己的口语表达中 这本书编排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一个一个零碎单词 而是把一整个专题给大家进行一种专题的讲解 也就是把它串联起来给大家形成一张网 那么第三种情况的小伙伴就是纯英语零基础 或者说我学了很多年英语 但是相对于一些常见的话题的基本表达 我还是完全不会说 或者说我的这个平时时间比较充足 然后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 我就是想从头来去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 去扩充自己的词汇量 那么你都可以选择从第一本 也就是入门这本书去进行一个学习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的学习方式 那么我呢会从入门级 也就是第一本书去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我会逐步把这本书所有的内容 一个一个做成视频 做成一套非常完整系统的教程送给大家学习 那其实大家也看到这个工程量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那大家可以三连支持一波 那么如果大家对其他三本书 也希望有人带着学习的话 你可以弹幕或者是留言告诉我 那如果需要的小伙伴比较多的话 那后面我也会考虑抽时间 去把其他的书也做成教材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那请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学习的入门的这套书 那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本书给大家划分了八个大的专题 那我把这八个大的专题给大家分成了八个大的章节 那接下来的话 我会针对这八个大的章节下面的小点 分别制作视频与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好了那么关于我们整套词汇赞用系列的一个课程说明 咱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那么大家在学习入门级教材的时候 用不着担心它会不会很简单很无聊 你放心不会的 因为在进行书本内容学习的同时 我会把所有相关的词汇以及表达的内容 给大家全部串联起来形成一张网 在给大家进行拓展的同时 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英国文化 那大家可能多少也都知道 这个视频制作的过程 加上备课的过程 其实要消耗大量的这个时间跟精力 而且的话我平时其实是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说对于整个系列的一个分享 完全是用我休息的时间去做给大家的 所以这边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支持收藏 鼓励一波 感谢大家 关于更新的话 我们暂时是定一周两更 那如果大家需求比较大 或者说鼓励比较多 对吧你懂的 那么我这个做视频的动力就比较大 那么后面的话更新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套视频对你有帮助 也欢迎大家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 那希望我精心制作的这套教程 能够帮助到大家 也能够帮助到更多挣扎于单词苦海的朋友们 这里依然是没有套路只讲干货的东西 我们下节课见